好了,各位天蠍座,无论是上升或是太阳的天蠍朋友 在这个株年最后一个农历月份,农历12月 由现在听到这个录音开始,直到新增头为止 你们的自身整体运势会如何呢? 先讲讲这个背景,很搞笑 因为刚刚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我是用一些客人的好评准评图 做一些星运的背景,或者就算我星盘分析都会趁机用这些准评图 如果不是真的好评如海上,我也不知道如何消费这些赚好了 然后我刚刚找了一张照片,之后才发现客人也是天蠍的 正好用在这个天蠍座的星魂那里 但是我看看,我才发现很搞笑 最后那个客人说,那个对方要断掉他的直男的迷路 为什么这么搞笑呢? 当然我不记得这个conversation什么时候 因为我用那些图可能都是年多前 因为首先都多了 第二我也不想说会因为有些什么东西去review到客人的私人 但是一些整年前的东西 可能连个客人自己都不记得了 那就黄论一些他的身边人 好了,那就要提一提大家 因为这次初一的新月,在boxing day发生 不过我也不可以认识大家知道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在摩蠍座 但是同一天,大家可能会知道另一样东西 就是那天是有一个日食 香港也有些人会去谈论这个话题 当然这个日食其实是碰上新月 日食一定是新月的 然后就发生在摩蠍座 而刚刚之前的几天 是一个礼拜天 那天是冬至 什么是冬至呢? 就是太阳又是步入摩蠍座 看回那个星盘图 其实是发生着一样东西 然后这件事就在那天的摩蠍座 新月日食是重复了 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来的 一个非常坏的现象 除了对香港人来说 但是希望大家要多些关顾一下 家里年长男性 或者一些老板的健康 诸如此类 但是其实我在那天的 冬至升盘的分析 我是有教大家一个化解办法的 还有我不是吹出来的 我真是真心去找这个办法给大家 所以麻烦你们自己去 去学会趋吉避空 详细看回 冬至那个星盘分析 在Facebook有的 IG都有的 但IG那里是黑蚊蚊 你可能会被翻译了 好 然后另外有一件事想宣布 就是说 由现在开始 我是会无限期 各自塔尖暖蚊精座云 的满月版 是不是会客气到大家呢 是的 因为种种因素 以后每逢十五十六十七个满月版 就会停一排 但仍然都会做这个初一新月版 是的 以后就只会说 基于这个初一的新月 是的 in this case 今次是一个摩蠶座新月 那对大家 以后来整个Lunar period 的影响会如何呢 OK 那你现在看一看这个 星盘图 是的 今次摩蠶座新月的 那个星盘图 亦都是我现在开始做星盘 会加入的一个新元素 是的 因为呢 其实我以前去做星盘 我是怎样的呢 大家都首先知道 我是过三个关 是不是 第一个关是 不看星盘之下 去开陀螺牌 第二呢 就是去看星盘 然后呢 就将两者去融合 所以为什麽我的prediction 才会这麽精准 是不是 OK 那第三就是说 看看这一期和上一期有什麽关係 OK 好了 然后呢 我以前是真的去录制这些星盘的片段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 眼前有塔罗牌 OK 然后我就看着这个 就是这个 这部机 然后呢 就去弄这个片段 但是同时 我的星盘是怎样看呢 原来我就是 会抄下星盘的资料 在一张纸上 就顺便去写一个script 一路看着牌 一路看着那张纸 然后一路就对着那部机 在那里拍片 但是之后就觉得很烦 最近呢 灵感忽然之间 涌现 就觉得 咦 其实我可以将这个星盘图 放在这部机里面 就是放在这部片里面 那我便不用抄张纸 我便只是看着眼前的陀螺牌 以及看着现在这个星盘图 就开始讲讲讲 是不是先 那不单是我自己看到 原来连你们都看到 那就真是一箭双丢一石二鳥了 好 那所以是一个很先进的一个 举措来的 请大家鼓掌 好了 现在真是认真去 最言归正传就是 天气 OK 你们会有一些新的机会 尤其是一些戀爱的机会 为什么呢 看看这里 如果我们要讲现代仙星话 那就 双鱼座的那个守护星 现代守护星 海黄星 那就顺恒 是的 因为其实之前那一阵 他都是一直在逆行 然后停滞 但是现在开始走得越来越顺畅 OK 但是我经常都说 自己是讲古典占星 那看看这个木星 是的 就是双鱼座的古典的主星 是的 木星 合日月 是不是先好 所以那个能量是很漂亮的 所以在这个爱情里面 你们会有一个potential OK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 注意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月亮会很快的 然后太阳也会很快 很快就会离开这个木星 然后木星 就重新落陷在这个摩蝦座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 所以你们这个爱情的potential 你们不争取就会没有了 which也是我现在想带给你们的信息 当你们在此 思前想后 在此 嬌条扭令 是的 你们不去take action的时候 就真的是 蘇州过河 没有艇搭的 尤其是因为什么呢 尤其是因为 看一下这个肚明 OK 就刚好是六分你们自己在自身工位的古典主星火星 是的 是得势的 所以你会做一些很天竭的事 什么叫很天竭的事 天竭是怎样的 对爱情 是感情很强烈 爱恨分明 黑白分明 是不是 那 所以 你们要去commit之前 是想得很清好了 而且是很深刻的 那段关系 因为你们不是说 会玩一些casual的flings 你们不是会 随便在这儿 拍神眼拖的 你们对爱情的观念是 是真的commit的 OK 但是 基于你们本身这个性格 加上这个 土命合六分 火星 是会令到你们 想一下先 想一下真的合不合 但是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建议 就是 不要在乎 天长地久 但是 麻烦你们 只想一下曾经拥有那种欢乐 就够了 如果不是真的 苏州国行 没听答